先歡迎小明 方浩文 Hello 大家好 是 Shaming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見她一入直播室 我簡直想將《戚七學談》變成強大人的節目 跟她說健身之路 她穿了… 那是泳衣嗎 對 我不來了 我喜歡穿泳衣 她穿了一件泳衣上來 然後呢 背部是勁勞背 她的側身呢 我形容為紫薄 不是的 其實是大隻的 但是她的手瓜又起展 對 所以直接覺得 先把你的手瓜放在一旁 我們說說你怎樣操練到自己這麼強大 難怪剛才學到IG的時候 我想大家看到你們不斷在聊 究竟是聊一首歌還是聊什麼 什麼都聊一些 什麼都聊一下 搞笑而已 我們進入她的最新排台歌 有這首《我不管》 作曲播放找到Edwin Tong 和Maya興宣填詞是中雪 編曲方面找到Edwin Tong監製是Edward Chan 總會有人喜歡很批評大家 走又不行 站又不行 怎樣都不行 做什麼都不滿意 反正怎樣都有人吵 那就偏要唱偏要跳 你管到什麼嗎 今天又有方向問 我不管了 是否收到很多批評你的身材 批評你的各樣東西 對 才有這個興奮的 對 什麼時候開始的 其實都被人餓了一段時間 包括乘車的Uber司機 走過的街坊 我媽媽 他們全部都不斷餓 看了那些新聞之後 就不斷說我要吃東西 但其實他又不知我吃那隻漬 所以我就想起這件事 我不管了 很適合 裡面有一些歌詞 盛著筋肉走滑肥胖 都不需要管 其實無論是筋肉還是肥胖 都不需要管那麼多 都不要在那裡爭吵這些 就是just be it just be yourself 我覺得是健美方面的漂亮 可能大家的反差 和很多不同的聲音 就是覺得 和你之前的形象很不同 是 你自己何時開始覺得 我愛上了這個 要操得很健康 很瘦 很靈性的自己呢 其實我覺得 我是由生完小朋友 開始起這個計劃 其實都五六年了 因為初初的時候 只想撕掉那二十磅 就是重了十十磅 最後剩下二十磅 然後就開始打拳 上健身 然後撕到剩下一百磅的時候 就開始追求形狀 然後那個轉變是經歷了幾年 直到修成 這幾個月才開始被人餓 你之前很胖 之前不是肌肉營 但現在我覺得 有一點肌肉 是整個人的狀態 還有精神、做表演、戲 各方面都會更好 所以在飲食上也要保持得很好 沒有 但做運動的時候 你要多一點蛋白質 沒有 沒有 其實我只是做運動 因為現在一個星期 上三天跳舞堂 和一天健身 四天的運動量 其實已經足夠 可以保持一個身形 但每次要做多久 譬如跳舞堂 一個小時 這樣拼下去也不是很好 其實不是很多 其實應該是那個 我感覺到我跟著餐單 跟著這個方法去做運動 我也未必能去到 是啊 他真的很強 你本身是瘦底 我本身不是瘦底 我覺得是用汗水去換回來 當我看到自己的腹肌的時候 我會覺得那些舉東西沒有白費 感覺很爽 爽 爽 有這種感覺 你感覺到他 一開始只是因為想收身 因為做了人媽媽之後 但你一直看到運動的好處 我看到圈中也不少有做運動 繼而你感覺到他會參加一些比賽 我現在只是想問 你下一個目標 會不會放在運動方面 我要拿奧運獎牌 我不會 但我已經當自己參加奧運 來操自己 不用去奧運 現在不是很多健身健美 對 我塗油就可以出賽 一九九肌肉 好了 有三號參賽者 方浩文 我挑戰一下這個也好 我不用 其實我又未去到這麼硬性 我比較喜歡 身體的狀態 自己和精神 因為當你經常做運動 腎子是特別清醒的 而且你的反應各方面都會好些 我覺得我是喜歡這個自己的感覺 最重要是一個精神 辭之以恆 每天要放棄那半兩小時去做這件事 是一個紀律 是一種令到自己的狀態 在自己手上掌握得到的感覺很好 最初看到某些網民 說自己的身形 或者現在的狀態 你第一個反應是怎樣 I don't care DFC DFC I don't care 我會覺得是我不在意 但我媽媽在意 所以我媽媽成為主力的鼓勵我 要為了她增一些磅 那我就不斷應付了她 我就增了六磅了 哈哈哈哈 真的辛苦了 那六磅真的辛苦了 那你怎樣增的 我做什麼就跳舞了 對呀 多吃兩頓打火鍋 不是呀 我真的打火鍋 而且每天吃宵夜 狂吃 我現在聽到很不開心 哈哈哈哈 我們很辛苦 不是呀 好像奧運就是在吃薯片 對呀 怎樣撕大腿 不准吃不准吃 你就是這樣加 但其實我也有同一個煩惱 我都是吃也差不多磅數了 走開了你們 哈哈哈哈 死開了 我們現在已經分檔了 對呀 已經知道哪裡是新陳代謝快點的人 哈哈 好明顯就聽到這首歌 是來自這個點子 就是來自自己喜歡了健身 但反而有很多人說你 搞錯 你現在身形變成這樣 我不管了 但其實在我認識了方浩文這麼多年 其實你從來都是我是我素的 給予我的感覺 你要去寫這首歌的時候 要不要多加多少錢 即是我的歌名叫我不管 怕死你們覺得我care 其實這首歌 這首歌就是找了阿忠雪 我們就有溝通 所以他有這個想法 我自己很喜歡 即是裡面一看到歌詞 一收回來 我就說 哇 這個簡直是說現在狀況的我 非常好 即是你事事沒有給他方向去填 你溝通是說了什麼 沒有 即是跟他說那份詞 可以比較自我一點 即是仔細一點 可能他是經過一些觀察 所以他就寫了一首歌詞 為甚麼你不自己寫 為甚麼 因為我很想跟阿忠雪合作一下 因為我真的沒有跟他合作過 因為我覺得他的詞很有趣 即是比較 怎樣說 不是很標準的詞 你唱下去會有一種新鮮感 我自己既然都試新東西 為甚麼不試一種全新的新鮮感 我跟Edward也隔了很多年 沒有再合作 其實我上一次的大褪變 就是《Unlock Me》的時候 就是找他做了那首歌 也是同名大碟的《Unlock Me》那首歌 之後已經沒有再合作過 直到今次又再唱快歌的時候 又遇上他了 應該就是他的表演 對 我想也是這樣想 是不是他的作品展的時候 他會找你 沒錯 因為他安排了我跳了兩拍舞 他扣起了我的壽性 我覺得其實也可以很像野獸一般地活動 然後我就打算找他收一些歌 然後就唱快歌 或者轉型 做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轉動位置就是鎖定 要找Edward一起合作 或者我覺得你的決定位置是你想大褪變 剛才你也說了這幾句 想啊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最重要是好玩 而且我覺得Live裡面 其實你總有一些東西是沒試過的 沒試過就去做一下 我覺得無論挑戰身形 無論是挑戰舞步 或者是挑戰自己的四肢 我覺得都是一些大挑戰 對我來說是一個大挑戰 但是我覺得很好玩 我現在幻想他應該是做健身 或者跳跳舞的時候 不是啊 我有些東西要改變了 然後那些爆發力 甚至是靈感 就在那裡出來 越來越多了 不如我找一下Edward 或者找一些新的朋友合作 我們以前經常問創作人 Shamming當然也是 你這首歌會不會是晚上失眠的時候寫 等等 大褪變這個概念 其實你是什麼時候走出來的 就是Edward的Blue Prince 演唱的時候 我覺得原來這麼好玩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做表演 我想起我快歌已經很久沒有儲一些快歌 給自己做表演的時候可以多一點選擇 所以我就在想 既然我也有這樣的需要 我也覺得好玩 那為什麼不挑戰一下呢 所以我就選擇了 聯絡Edward來問他 可不可以選擇一些 對的歌給我唱 最後他給了一顆歌 我就選擇了其中兩首 哦 那跟Edward的對話呢 你找他的時候 甚至你去做他的表演 我看他那一場 就是他 跟姜濤 我懷疑那個獸勝是否從那時候開始 姜濤引發的 如果大家沒有看 我給大家一點畫面 最後他跟姜濤面對面的那一刻 姜濤是量度出來的 那時候唱Dummy 我不敢答 他量度出來的 他量度得很好 你可不可以形容給大家聽 in case我們有些聽眾的沒有看 他沒有來 到最後那一刻的beat 一起去對望 令大家覺得 嘩 很興奮 哈哈 有個反應 有個反應 很興奮 那一刻你的獸勝就出來了 那一刻的獸勝就出來了 原來真的挺好玩的 原來有快哥的世界 原來是挺開心的 其實自己也都 在這幾年裏面 整個人都改變了很多 其實我個人性格 在這兩年也改變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既然自己這麼開心 那為什麼不做一些開心的歌 這就是心態上 或者是有些觸動的位置 但都是落手落腳 要跟Eric去聊 他又給你一個 你們有沒有一個真正的對話 甚至他也要了解 他會想給你什麼歌 甚至你收到的歌之後 你跟他有什麼 因為最後是他監管你這首歌 因為其實他跟我之間 他對我的信任真的很大 其實你想想我們這麼久沒有聯絡 他一找我 就找我做他的表演嘉賓 又敢叫姜濤和Anson Lo去跳舞 所以我就會覺得 你這麼大膽 好啊 你這麼大膽 我就一定要還一倍的大膽 這樣就要挑戰自己 那麼多年大家都互相信任 互相信任之餘 有什麼大畫面 是在找歌的時候已經幻想到出來 有什麼畫面 給方浩文在台上怎麼表演 我一跟他說我想收歌 他第一首傳過來 就是這一首的歌 有沒有 我要跳舞給你選 沒有 沒有 那首是郭富城選了 那首已經維持了 所以我就沒得唱 這首一聽就覺得喜歡 一聽就覺得喜歡 但他厲害的是 他再給其他歌 我更加都喜歡 嘩 就先保持起來 真的加好戲 因為我其實都很想這個班底 就是ET ET就是Edwin Tom 跟Edward都是司徒關係 是 他有很多司徒 對 我其實是很想一直找ET去寫歌 然後Edward去做監製 一割歌 來做一個層次出來 每一次都可能難度提高一點 難夠再提高一點 那會不會其實已經預告 還是下半年的方浩文都是這樣跳 下半年都會跳 因為其實我現在已經在排下一首歌的舞 以及準備在排MV 下半年的工作都排得麻麻麻麻麻麻麻 所以其實整個方向都很清楚 除了Official的音樂影片之外 還有一個Dance版 我們剛才也有提到 我們第一次播放的時候 都覺得這首歌很雷團 有沒有真的想過 不如做一個雷團 或者找其他朋友一起 剛才你也說 你維持了Edward很多手跳舞歌 下半年其實真的可以以這個姿態 我又沒有想過 我先搞定自己 不要先搞別人 但是我覺得自己的進程 我不是說推動自己太瘋 但是我希望用兩年的時間 將自己進化一個新的自己 我希望這兩年裏 就算我是派快歌還是慢歌 我都會保持這個習慣去跳舞 然後可以在兩年後做表演的時候 真的可以看到另一個面向的自己 這是一個目標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啦